字幕提供 在這幾年有一件事在我腦海裡 我經常想在電影裡提到的一個題目 如何重新開始你的人生 身邊有些朋友可能突然間會失戀 或失婚 他很多年或青春都投放在另一半 最慘是和另一半一起工作或發洩事業 另一半已經包含了事業、愛情、人生 甚至朋友圈 當有一天如果對方拋棄他或分手 其實他所有東西都沒有 那怎麼辦呢 這幾件事我一直都覺得 這次會否講到這個主題 我經常覺得我電影的主角很少有一種職業 我電影中也有些職業 但可能做廣告、開唐水泡 但如果是這麼大的轉變 我一定會有很大的反差 早兩年我看過一邊 一個女巴士車長的Fan Page 大家覺得他可能改了一個綽號 叫做仙氣女車長 我去巴士站探望他 然後跟他聊天 我會告訴他一些人生的經歷 我覺得很有趣 我才忽發其想把幾件事 就是如果我女主角失戀或失業後 改變自己去駕巴士會怎樣 今次阿索的故事另一件有趣 因為我有很多人物 很多故事 阿索和父母的關係 那段關係就是 其實不開心便離婚 這件事對很多人來說 其實未必是一個這麼正面的處理方法 但戲中我想通過阿索的爸爸和母親 都有分別說過 其實不開心便不如算吧 如果男人把女人的底線 當作虛線是時候要放手 其實阿索我覺得他真正的正能量 就是他所有東西都拋開 某程度上他所有東西都放棄了 其實他才可以人生一新的一頁 他的軍事